歡迎來到動漫訓物電台逢星期四直播 atradiodata.hk的節目 今天補新番收聽的方法大家都理解 如果你是在聽錄播的話 其實就可以平時逢星期四的九點半 都可以來到www.radiodata.hk 同時間也都在我們的其他直播時段 可以跟我們MSN acerubish.radio.gmail.com 那好吧我是傑德 今天我懷疑大家沒有心機看電影動畫 因為我整天都在說同一件事 是煩到我吐那種 又可以不看 很難不看 因為我開電視又看到他 娛樂台又看到他 清新品又在說他 看卡通片要不要開電視 但是連上網都是這些 對啦大哥 上網就是上網 你開Facebook也是那些 開設看又是那些 我開著這些來看卡通片都沒有問題 那些卡通片快就完結了 金貴的那些 金貴有一套完了而已 暫時都是 講來講去就是了 接下來一直都在完結了 有些綜合還未完結 所以才要看而已 完了就不了了 這些我會馬上清新的 因為一到四月我又要改新新的 足夠了 我已經有空沒話再講 現在先報告一宗負文 動畫監督石克星在3月20日 即是前日過世 前日享年72歲 石克星如果你年紀稍微長一點 稍微可以的 因為其實他最近還有拍作品 他真的拍了無數的作品 無數的經典作品要強調 例如當年的《宇宙戰艦大和號》 他已經是在做《大一塔》 還有一系列的《宇宙大和號》 《原子小金剛》《彩色版》 《超時空》《要塞馬克羅斯》的監督 《超時空》《世紀》《奧卡雪》的監督 《Megasone 23》《銀行英雄傳說》 最後一部監督是泰坦尼亞 也是田中芳樹的 之後他有一部不太出名的 我不是很清楚什麼動畫 最後一部如果大家會知道 就是泰坦尼亞 我好像也說過 沒有嗎 沒有嗎 那時候我還沒開麥克風 他應該是六七十年代 他是日本動畫起飛期監督 他有多有名的位置 因為他真的拍攝 是有名的 我今天看《三果報》的《動新聞》 我竟然看到他講《射黑聲》 我說《蛤?》 《三果報》竟然講《動畫金屋》的符文? 因為《射黑聲》其實也算是上一代人 你說好像我們那樣馬克風年代成長的 沒有人不聽 還是說《河心》 但始終他們都是頭頭 《可有幾得愛》 還有TV版的導演 還有《銀星傳》 OVA史上最豪大的作品 因為很難找到OVA 好像他這樣出的108集 還要出這麼長時間 真是史詩巨購 這個真的很遺憾 因為早幾年還看過泰彈尼亞 72歲其實也算是 也不算是太年輕了 始終都是拿一脫那些 拿一脫 他沒有上次西奇二戰 西奇二戰 他的影響性、射黑聲是比較大 大很多 一套大和喉就已經打死你了 不是啊 西奇二戰也是大和喉 問題就是他還有《銀星傳》和《麥克朗斯》 當然 他那個榮丹一拿出來 他第一套是《怪物小王子》 不是你死了嗎 還有《鐵拳浪子》的演出 叮噹做過 他的名字拿出來是大列的 差不多一套都放在動畫史上 一定要提過的名字 去到這個地步 有些賣客家做了那套作品 他很紅 但問題就是在動畫史上 可能他不是很多套 但是《石黑聲》就是那種 真的叫做 你如果日本有個動畫名人堂的話 他一定是有份的 還有以後《石黑聲紀念獎》一定是有份的 就是那種級數 去到這麼經典級數來的 所以算是很遺憾 但是他真的像是72歲 不會太過 好像金敏那種 五十多歲就去了 我想他在高峰期他做夠 應該說是 他近幾年其實都退了下來 所以叫做 原來他家庭教師reborn 他有份做監修 監修 監修很閒的 顧問 今天就大致 不是 這裡就到此為止 所以今天就 我想做完這集 好了 這一段到此為止 我們先講講今晚想講的兩套作品 先講講你那套 我那套先 我們一人選一套 好 好 都是剛剛完的 《Nissan Mono Gatari》 就是魏蜜語 就是魏蜜語 今次我懷疑他 會不會好像之前法蜜語 他之後做一些網絡配信 再拘捕多幾集出來 因為他比較早完 11集 收工 當然他今次的故事 都是相對地簡單 都是好像之前這樣說 圍繞回法蜜語裡面 是很閒氣的 只是在預告出場的兩姊妹 FIRE SISTER 就是FIRE SISTER Lagi的兩個妹妹 火蓮和月火 每人擔幾集 應該就是 以一個單元來說 大妹妹火蓮是七集 七集 七集 是包含那一集 不是 不包含那集 含那就是包含那一集 大家再說 然後 細妹 火蓮 月火是 之後的四集 但其實 基本上 大部分劇情都去了大妹妹那一邊 即使這個標題是寫 應該說細妹妹那一刻 最明顯是 那一集 應該是月火鳳凰的第一集 但事實發生成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 基本上 都大致上 不能這樣分 就是看她這樣說 都 主要整集 第一女主角都是大妹妹 火蓮 然後可能 第二女主角已經是 現在戰場院 就是 這套作品 相對地 其他在法蜜語那些 口供就更加 閒氣一點 就是在蜜語那邊 花澤只出了第二集 一集 之後都沒有 反而八九子 更多劇情 八九子 他要鋪回他來的貓蜜語 神遠 他現在不出 其他日子 神遠也有多一點 神遠 很閒氣 多虎智一點 因為他介紹火蓮給他 那一集還有點氣氛 跟貓差不多 跟桂桿差不多 這套作品 我形容他 直說是垃圾 一個括著架 動畫 非常好看 非常聞 每一集都有問題的 但當你扣除了這件事 把一些所謂吸引你的觀眾 廢話 實際上這個故事 如果換了其他監督 四集都拍完 不會 因為他本身的原作 阿西美維新 真是很話勞 他實在 那些劇情 那些對白 那些劇情很簡單 但那些對白很跌跌不休 很擁長 那些故事可以很簡單地說完 但他們中間 那些人的對話 可以非常只聊天 nothing doing 所以看這套片 你一定會預料他是這樣 就是換一些靜子畫面 多到寫 然後兩個人對談 這樣可以講十分鐘 對 完全沒有內容 可以三兩句講完結話 他還要用十分鐘拍 所以我要解釋 所謂垃圾 不是說他完全不能看 就是麥當勞 所以垃圾食物就是 很好吃 看來聞到很香 吃了很飽 但問題就是 大家知道那些是沒有營養的 但你又忍不住去吃 就是那種 我不會這樣看 不是說他沒有營養都不會 就是麥當勞 我不會先當它是麥記 首先 就是那種 他被人覺得就是一種叫做什麼 比你覺得 沒有人這樣覺得 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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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就是 看了很好看 要盟有盟 要殺必死 要殺必死 要紳士就要紳士 但是呢 扣除了這些東西 他摘下來的東西 可能三四集就已經說了 例如說 一開始說到 火蓮中招 被敏鋒釘到 倒下那段 如果換了第二個監督 就是心急一點的監督 可能三十集就要到那裡了 基本上他是只要他這樣 一定不會 因為本身 本身故事 他的寫法 他不可能會發展到這樣 基本上 你說拍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不可能的 因為本身那些 本書背後 他要做到這麼壞壞的念 你除非你真的 大幅咳 連這些方面 你都無視了他 去直接說一個 很空洞無謂的故事 那 有什麼意思 應該這麼說 就是 如果真的咳死一些東西的話 這三集完講完故事 是不會有人去看的 因為他那堆東西 很老實說 好又不是真的好 就是他剩下的劇情 某個意思上面 好像網絡 有些人 讀者說 根本上就是西美為星國趣味 他想他寫 他畫帖子的東西 但是 慘了 過來出去看 我自己一直 對西美那種風格 就 相當之一般 但這些是原作的原罪 我會形容 就是 那 你在這方面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不利因素 你再看回新房 如何將這些東西 去 運然天成 去做到一樣 就是 看得很上心願目的一套作品 就是 因為你很難去交代 一個這麼話勞的 就是很多這些分場 你兩個人 在面對面 嘴吹水 或者 走一段很長的路 一直在說話 做些很無聊的對白 你一定會去 花更多心思去留意 他的畫面怎樣表達 怎樣再包裝這件事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每一集 我覺得他最成功就是 他每一集 總是會有一個點 去令你去做一個話題 就是 拆牙匹 跟著 那場 應該是 影像重現的 龍珠式打鬥 八明令白那場 我想不到 即是你說第七集 兩兄妹打架 那場 那場 不是龍珠 那些搞笑 跟著 摸魚火的胸 哲敏 各種爆點 就是 大家看到一個話題 嘩嘩嘩 然後就很討論 大家用紳士的目光光 看上去 找到一個東西 吸引你看 你覺得每一集 今集有什麼新花樣呢 那你就吸引了我 我又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本身 這部作品很死 它又完了 那你 主要是看回他 在這本書裡面 寫的一些很離奇的位置 他怎樣再表達出來 因為 最特別都是拆牙 你剛才說的那些 我只是對拆牙那個 會有感覺 因為 太離譜了 太藍窄十八了 新房 基本上 他可以說 去回他 前面的年代 去做一些 比較異人的 畫面表達 那 那些 就是 抹大嘴 然後牙刷 打直地 打進去 或者 什麼畫面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牙刷打橫地掃 然後聽到 喜多邨的 擦牙聲 那些 那些比較 意識上 比較豐富 野人遐想的畫面 是 整輯的亮點 我會形容 就是 你可能 只擦牙這樣 你要形容 怎樣擦牙怎樣很L的話 你很難可以發展到 好像新房那種 那樣的表達 即是每次刷牙都可以 入二人給你看 那 都是看回他 藍澤十八年代 那些卡通片 他都已經是這樣 他 在這一方面 更加 將 二人這一方面 的 意識去提高 應該這樣說 即是 不再跟你玩一些 很明都明出來L 他 完全用刷牙去表達 所以 很滿意 那些 明都明窗那些 很悶的 來來去去的動作 那 用刷牙去表達 這些才是 即是 碰到我的 盲點 就是 因為其他幾集 其實 我也覺得很普通 可能 有時候 可能 有時候 魚火 即是魚火 他穿那件浴衣 然後 阿拉基 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 即是那些 心口的位置有傷 那些 即是 那些 即是 都有少少少這樣的話 其實 就 不是太特別的 也都 我們大家看死了 藍炸十八 所以 永遠 這些位置 看得多 沒什麼特別的 他一切都是要看刷牙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在刷牙 有人訪問 有些人問 就是 刷牙那段時間 怎麼配出聲音 用刷牙刷 又配錄音色 含著牙刷 配不配到 就這麼簡單 即是那段戲 其實是 全作作品裏面 最多話題性的那一集 是 我這樣說 你很厲害 那怎麼刷牙刷得這麼容易淫 含著 好合理 新房 那是 新房是拿走這些東西的 沒有反駁的 但溝卓藍 還有 都繼承上一輯那些OP 上一輯我之前都說過 我其實最初 都是比較喜歡八九子 那首電播歌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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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聽著 都是喜歡 花澤那首 亂來的 那首 那是永久 那 因為 比較電的多 它到處唱 有些 玩 玩 彩蛋 那些都比較多 那首 亂來的整齊 是比較適合的 這次 都差不多 第一首OP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真的 太正常 應該這樣說 就是 戰場員 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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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分段 那些全部 基本上都跟 戀愛 circulation 預出一切 所以 你中到 當年花澤那首 那首都中了 現在在上網 都很厲害 這首歌 周圍都見到 某種意義上 都是它的成功之處 這首歌 它推出的時候 我不是每個星期去看 我明知道外面 周圍都在說白金disco 但我都不去 特地不去看 我特地不去看 我看完第八集 我才去不去看 它那些東西 我慢慢喜歡那首歌 正常 正常 那些電波歌慢慢的興趣 正常 這些地方都是 就是它去炒熱話題的武器 刷牙這些 那 我始終 對故事上 完全沒有什麼 可以期待的地方 因為 都是 用一個 很多對白 很多玩的地方 去包裝一個 解決而變 那樣的 還很簡單的 每一集都是 就是每一個事件 這次花了那麼長時間 是因為它前面積了一些東西 所以 又 用一些時間去打發女角 所以 它才把 頭過一段故事 拆了 拆夠七集 來 去 扔回之前化蜜魚那些女角 戰場員其實有 戰場員好些 因為始終它是官定的正攻 所以比較多是 因為它 可以拆多一個 角色出來 可以拆多一個背目 然後它拆背目 還有一個 稀炸師出來 然後 《虎子》 基本上出了一集 《鎮元進河》就好些 因為火輪那一集 他也有份出場 《珍蕭》也是出了兩集 然後《靜蝦》下來 其實最慘的 好像沒有出一集 《珍蕭》是原長 不是 它一直做大陸人的角色 《珍蕭》 但實際上 你真的出場 他沒有故事 《珍蕭》 《珍蕭》也沒有什麼 不是 它是RPG的大陸人的角色 就是 《珍蕭》有問題嗎? 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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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它就說 你真的什麼都知道 不是 我不是什麼都知道 我只不過知道 我知道的東西 就是 它重複幾次都是同一種模式 你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就問它 某意義上 它是替代了 上一集 《珍蕭》的位置 當然它知道的東西 比《珍蕭》少 所以 這些方面 它會有 可能是敵方角色 背目 或者之後 下卷的影馮 去交代其他東西 講一下 今集的新角色 背目就是《珍蕭》一浪 我幾喜歡它的工作 叫做 《無嵌》 它形容就是 當一件事 因為藝物 他形容藝物 拼命去做 藝物就超越了真東西 其實這個說法 我聽過就是 一幅畫 藝畫 即是模仿畫 如果那個畫師 是要拼命去畫 他出來的表現 就比真畫更加有真實感 他其實想講這個道理 就是 當藝物 假的東西 他很努力這樣做 他出現那個威力 可能比真東西還要強 是 我思想覺得這些 這些是比較西美的語言 即是語言魔術 不說藝術 他純粹是 搬一些東西出來 去做那個技術 就是 怎樣為之 偽物語 他特意去 拉一個主子出來 我不會 這些 所謂主子 很嚴重 我喜歡這一點 很嚴重 之後的影馮 就是陰陽師 就說 月火本身 是被 月火沒有親 他也是重複這個主題 其實他有一個個癮的 就是他說 月火不是親生妹妹 但我心想 他遺傳DNA 他媽媽生出來 那不是妹妹是什麼 那就是親生的 他有一件事 我這裡很不喜歡 他說 月火是尼瑟摩諾 那是尼瑟摩諾 那既然沒有一個真的月火 那何來一個尼瑟摩諾 即是他一開始 那是尼瑟摩諾 那一會 誰 祖見沙職的小蘿莉 我忘記叫什麼 總之 就是 玩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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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sion 那個小蘿莉 一下殺了 月火就復活 然後就說 月火是一個 一個 即是鳳凰的化身 不是你的親生妹妹 是一個偽物 當時我沒有看完主 我以為他是一個替代品的人 純粹是一個鳳凰王去假扮月火這個妹妹 而真正的月火可能是不知道怎樣的 但其實之後那集再交代整件事 都是說月火一出生已經是這樣的 他一出生本身是鳳凰的胚胎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的月火 基本上都不存在真假這個問題 他本人就是這樣 你應該這樣說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在遺傳學上如果檢驗DNA或檢驗血 他一定是壓力木架 這套東西我不會怎樣用科學去解釋 你剛才所說 所謂的偽就是一件真的 但是從來都不存在一個真的話 那偽就自然不會有偽 所以其實月火根本就是他 沒有說偽這件事 只不過他強行作者為了偽 如果劇情捏下去 他就是拉一個名號去做一個主子出來 就是這樣吧 那這套如果受得住西美伊勇 我自己也同樣是西美 我都不看他的書 我真的受不了 我自己都是比較喜歡刀魚多些 因為事情是有趣些 一些東西會比較犯高潮些 這套相對地比較平淡些 很多地方都會比較平淡些 還有他講的那些所謂的價值觀 我都不會理會他的 他講什麼我都… 我都是看畫面多於聽聲音的 這套都依然是新房傳開的畫面 是很精煉的 用很多地方 他用的色彩挺好的 這件事我… 對新房來說 其實是有些叫做 不是閹煩 是比較覺得悶 就是對新房所謂的色彩技術 因為當然他玩來玩去 你喜歡就喜歡 但我會覺得他開始比較… 你不可以這樣看 因為他本身的法物語 已經確立了這種風格 他不會特別破壞同一系列的風格 但我覺得他好像在重複 那當然他就是在重複法物語 這件事是很肯定的 就是他怎樣… 在一些不經議會用CG 他講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都要擺姿勢 摺起頭髮之類 這些他都必然會有的 這裏我都做得很滿意 他很多畫面的表達都會做到很好的暗示性效果 我知道 我比較明示的就是 說月火無緣無故過了貝木那件事件 然後他就去穿裙子 有一個Mesh Cut很離奇的 就是有一條裙子 穿在電燈署上 就是一路阿拉拉基 你竟然穿裙子 即是太陽由西方升起 至此之類 然後他立刻做一個Mesh Cut 拍攝月火穿裙子 拍攝火連穿裙子 還有電燈署穿了一條裙子 這些是會心微笑的 是挺有趣的 還有都反映到 他在哪些方面用心 我想問一問 即作為你是新房拍攝 不是啦 如果你拿化物語做一個比較 藝物語的差距是多少呢 即是藝物語是多少分 很難說 因為本身這部影片 他整個鋪排都是拖長了 即是以前可能是 應該那時候是十一 還是十二 接著講五個女角 即整件事的緊密程度 是比較厲害的 今次的東西拖得比較散一點 整件事拖得比較疏一點 而且我覺得他 今次比較懂得限前一點 因為以前 舊那套 有時畫的那些蟹 其實那些 那些預算比較用得多 之後去到他 講一下 講一下 虎子 玩捉蛇那段 基本上 都不知道在看什麼 好像在看偷拍那些畫面 整個鏡頭都在黑出 紅出 整件事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今次他 省線功力很明顯強了一點 就是他 靜態畫面更加多 他將 那些畫面的東西 表現得比較美倫美穩一點 就不會說 有些偷雞位 應該說崩位 看到 而是其他很多位 你也看到他 盡可能地偷雞 所以 很難比較 我覺得 因為始終上一次 每個女角都看三二四集劇情 而且真的劇情比較多 以我看劇情的人來說 上一集是比較捉鳥的 今集你真的 對於法文語的粉絲來說 你會有一種追下去的意欲 我又不同意他捉鳥的元素 等於你看的 其實每集都一樣 他每次都有意變 找什麼 所謂一樣劇情 咦 沒有劇情 你自己懂得說 他有什麼劇情 上一集 不是上一集 法文語 你搞錯了 劇情和公式不同 公式就是 每一集有一個脈絡 例如超人打怪獸 每一集都是一個脈絡 基本上是起承轉合 四個角落 這不是公式 但劇情是 但是他有些話要說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話要說 特別是西美那種 他那些字已經多到 你講的東西 你都懂得廢話 但起碼他有話要說 有公式說 這條公式都沒有 甚至是 你純粹叫做 一大堆廢話 然後就 我不是太同意 除了最後一集 梁梁木表演的 喪屍復活技巧之外 我真的叫做 好看 大文看完之後 不知道我什麼 很苦 一種空虛圈無 是絕底無形容的 我想你剛才都說得出 那些什麼 什麼 硬品 會表現出 比真課更加高的生命 那些 那些已經是他想表達的主子 大文你真的有個原則 那你是受還是不受的問題 基本上你是用半集時間 一到十一集 十一集的事情 他都要表現 他講一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他去花時間 去表達他那件事 去證明那個主題 你不可以說 你用一些很高速的時間 就可以交代到這件事 但是對那句 其實整天三天什麼都說完 但是你用十一集就說 都是西美的問題 西美的問題 就是西美廢話得多 其實西美有些都不是廢話得多 例如說是刀魚 刀魚也有很多廢話 動畫卡了很多 動畫卡了很多 我自己也覺得很難受 即使是刀魚也好 本身他那個架構方面 也有公式 他每一集都找到 還有他最後那些反高潮的東西 那些都會 即事情的玩味會比較重 這一套 在劇情方面 是沒有什麼可以細美的地方 所以 會把所有的目光 去看回新房 怎樣去把劇情裡面的東西 用畫面去再交代出來 那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你有看西美的 我也很強調 我對西美的東西是很一般的 西美沒有愛的 即是 如果我說到這樣 其實我應該已經在看一些小說 我會花這麼多時間說 但我是 即使刀魚也不會看小說 算了 我是不要問西美為什麼會受歡迎 他是會有一幫人很喜歡的 但是也會有些人不喜歡 我只是承認 我對西美不接電波 或者是我勾 我真的很難理解西美 我是需要這些內容 但對於這麼多廢話的小說 是很難受的 即是 你說最重輕小說是一件事 但那些不是 就是充滿灌大量灌水的小說 那些重量是用來灌出來的 我想有人喜歡 即是我自己真的不行 我老實 我也沒有說我不對 我是不對 我說得很清楚 我也不對 我猜不到這麼多話說 初初我這樣 不會 我早就遇到我會說 本來我遇到另一套作品 就擺了我會說 還有一套 都播了四集 但我竟然還沒買到的新番 什麼來的 《特命戰隊 Goldbuster》 那些叫特攝 卡通片 我們都照樣說 Lebens on the show 中藝 中藝當中藝你都可以介紹新番 但我們都不會說 特攝片也是這樣 特攝片也是一樣 特攝片不是動畫 都不一樣 特攝片不是動畫 你不要看啊 特攝片不是Anime OK 兩個神經摟來的 好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明晚你們要講什麼 明晚3.25我們當然要講一些政治作品 我們講英雄兼憲史的嘉智隆界之議 看看究竟會不會在日本的漫畫作品裡面 都看到一些歸邊 秀編 政治上的討價還價 或者爆醜聞的照片應該如何 如果你看不到你真是盲了一些東西 嘉智基本上純粹是作者的政治宣言 很明顯 這個實在太明顯了 明天我們10時我們在洞廢跟大家見面 拜拜